美軍運輸機器時期持續從克布爾機場撤離阿富汗難民 就在幾百個人窩機艙裡飛行的同時 沒想到竟然誕生了新生命 這名阿富汗難民孕婦雖然擠上了飛機 卻等不及到醫院生產 她在飛行的途中出現了產前併發症 還好機漲降低了飛行高度增加機內艙壓 也穩定了嬰兒和孕婦生命 目前孕婦和嬰兒情況良好 已經送往基地附近的醫療機構 只是還留在克布爾的阿富汗人 境遇卻越來越糟 這名阿富汗爸爸向記者哭訴美軍的暴行 而且有人發現美軍在機場旁設置的狙擊手以防萬一 現在更傳出有老弱婦孺 在高溫下被推擊踩踏丟了性命 過去這個週末 美國至少協助撤離了一萬一千人 只是克布爾機場的高牆外 依舊有上萬人等待救援 美國宣布將徵兆民航機希望能加速撤離 幫助這群阿富汗人躲過塔利班的暴力 TVBS新聞綜合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TVBS新聞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也請下載TVBS新聞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大事